我們今天來到太原夜市 它這邊的交通真的很方便耶 而且大家有超生萬品的經德島 在這邊都會把我們有位置可以移動 真的 而且它位於在環節物跟茄子下面 其實從來這邊來都很方便 我們今天來這邊啊 我們還有一些名單 有一些特色小吃我們來品嘗看看 好啊好啊 那我們就Let's go 我們要去吃腿頭呢 先買個小吃好了 我們先來看看 聽說這邊有一個非常地表最強的辣脆腸 先來吃一下孔葵 這個還蠻特別的耶 其他煎骨味好像都沒有出現過 而且你看它這樣超Q的 它會抖動 看起來就超厲害的 好吃湯汁耶 真的超好吃的 真的 我都特別吃 蓮藕 蓮藕片 對 吃看看 我沒吃過蓮藕 那是什麼味道 很脆 很脆嗎 很脆 對 那這樣三個月他們家其實 口感還蠻多層次的 真的 一般在人土很少會看到 好 再來吃他們招臺 好 好吃嗎 超級脆的 而且完全沒有其他 奇怪的腥味 對對對 你吃看看真的很好吃 然後又帶一點那種酸菜的香氣 其實真的非常的搭 要加一個酸菜 好吃耶 真的好吃耶 他們家比較屬於那種 有點稍微微甜 對 然後又帶一點辣味 不會說讓你吃到很膩 對 其實像它這種 潛乳啊 都是 剛剛老闆是有說他們 就是用潛乳的方式就是要保留一些 食物的原味 不會說一直都是吃到醬料的味道 而且啊 這一攤啊 最好是一來就要先買了 因為老闆他們都是限量的 因為他們保有食物的新鮮 所以他們不會放隔夜 對 所以要買要快 不然到時候每次要去買蔬菜 都沒了 還有10元的也都沒有了 這邊好多東西可以吃耶 都不知道要買什麼耶 真的 而且每一攤看起來都好特別 很厲害的感覺 而且人都好多喔 欸 我在網路上有看到形狀非常特別的霸王耶 欸 對耶 梅花形狀的 哇 好特別喔 老闆你怎麼會有想要做這種 梅花形狀的霸王 一般都是做圓的形狀 那我想說要 拉特別一點 所以把它做成花的形狀 看起來會不會特別 老闆說他們家的辣也是很特別的 我們可以來吃看看 好 這種用蒸的霸王 其實我蠻喜歡的 不會肥 而且它比較不會 有時候如果炸不好會 有點太硬 它這個就是很粉 你看有沒有口感 試試看 它的內餡啊 不會像外面有些比較 其他霸王 就是有那種很肥的肥肉 就咬到那種肥肥的 所以會很噁心 它全部幾乎都是瘦肉的比例 對 真的是口感不錯 而且它的外皮真的是 老闆說它是用再來米漿去做的 嗯 吃起來真的是很粉嫩那種口感 吃看看那個肉圓的 手工工碗湯 裡面彷彿還吃得到那種碎肉的感覺 對 因為它是 純手工的 而且真的很燙 對 這種天氣太冷 真的 來一碗這個湯真的超棒的 對 你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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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